这些天,这个81岁大爷嫖娼56岁大妈的事情,成了人们差于饭后的笑料 知随已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这些人本身就不检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个别人,个别人民警察 抓获并公开了这件事情 甚至把老人的照片都贴出来 争议或者影响应该说很大 咱们这个话分三头说 咱们先说老大爷80多岁了 还有这份心,还有这个力 我也真是服了 虽然说也算是人之常情 但我还是觉得饭不要吃的太好 也不要吃的太饱 何庆逵就是赵本山的老搭档 作家,高秀明的老头 他的观点更有意思 他说81岁还能嫖 应该举国欢庆 他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长辈 他们经历了一生的风风雨雨,干了一辈子了 现在老了,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 嫖娼或许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需求和渴望 何庆逵还认为老年人嫖娼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反而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他建议老人嫖娼应该举国欢庆 这简直颠覆了所有普通人的认知 不知道是老何更时尚呢 还是咱们这些普通人太落后太保守 真不敢沟通 再说说这个招嫖的老大妈 据说呀 警方还同时抓获了几个70多岁的大爷和五六十岁的大妈 价格好像都是三四十块钱 在这个难以启齿的同时呢 还真值得让人深思 生活上如果不是太差 多少有点收入 我想这些大妈们好像也不至于干这个 实在太丢人了 这里边呢 既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 也应该有老年人的生存问题 尽管如此 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人品问题 是修养问题 现在的这个愚人懒人确实不少 如果身体没大毛病 不傻不捏 稍微勤快一点 稍微有那么一点廉耻之心呢 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干这个 五六十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应该都不是问题 可笑可悲的同时啊 也多少有那么一点可怜 第三呢 就是人民警察了 对于这种低俗不健康的事情啊 该管管该查查 没毛病 这是人民警察的职责 但是把这些丑陋的事情 和当事老人功不于众 合不合适啊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说实在话呀 本不想聊这件事情 不太好 但现在呢 这些事已经家义户晓人人皆知了 聊聊好像也无妨了 我不支持何庆葵 关于举国欢庆的观点 但支持他怒骂抓人者 惩罚者 特别是曝光老年人的那些人 这个何庆葵啊 怒骂那些处罚飘娼的人 是毁灭人性是不折不扣的道德婊子 虽然骂的有点狠 但我觉得有点该骂 谁都知道啊 这个人民警察抓捕处罚这些老年人招嫖嫖娼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没有利益 没有罚款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伤心 该管的事多了去了 这件事 以及何老先生的言论 固然引发了不少争议 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 老年人嫖娼现象 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对待 并努力为老年人的生存和权益保护 做出更多努力 任何时候 社会的污垢都需要清理 但是立法为民 执政为民 也更应该落实处 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未来的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 不知道您对何庆奎老师的说法 以及警察的监管和处罚究竟怎么看 欢迎讨论